我写一点东西 下来他就问我 你刚才在写写什么 我去写笔记 你写这干什么 我是怕忘记 他就告诉我不要写 年年境界不一样 你今年写的这个道达名利点用处 我想一点没错 专心去听 不要在这个地方 打悬查 所以我跟他生年 没有笔记本 那智慧天天在增长吗 天天在进步吗 你怎么可以停留在那里呢 哪有这个道理呢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冷静去观察 米拉 米在哪里呢 中国人讲 迷在前眼里面 中国从前用的铜链 你看 民国初年 清朝是用铜链 圆的 当中有个孔 有个方孔 那里有含义 圆里头要有方 圆要不方的话 那问题就出来了 外园内方 这做人就对了 他都有表发的意思在里头 钱是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你看中国这个钱字 这边是金 那边是两个人拿着刀 这干什么 墙啊 这不是好事情啊 就告诉你 这很危险的东西啊 那你看到这个字 你就想到的时候 它的意思 钱够用就行了 不能贪毒 贪毒 货害就来了 灾难就来了 那人 在这儿就要懂一国 你的财富 你命里头有没有 命里没有 你也想用 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 跟你说 你得到了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说你愿不愿望 命里没有啊 用什么样的手段 都得不到 拿到枪去抢 都去抢不到 你枪还没有对人 后头警察把你抓到了 你就坐牢去了 你小偷你就偷 你还没有偷到的时候 警察把你抓去了 这就是什么呢 命里没有吧 偷人抢人 都得不到 命里有的 偷来的 抢来的 统统是命里有的 你是你愿不愿望 人真懂得这个道理 他心是定的 我在没有的时候 我不会去偷人 不会去抢人 为什么呢 心里清楚 命里没有嘛 命里有的时候 到时候就来了 不用着急 能不能求到财呢 佛教里头 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我的 我刚刚刚学佛的时候 生活非常艰苦 命里都没有财库 人家命里有财库 我的财库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啊 换一句话说 别人做什么事业都能赚钱 我干什么都赚不了钱 那秘密没有 心情工作 赚一点钱 仅仅能维持生活 老师是大善之士 我跟张家大师 我26岁 他老人家65岁 祖父辈的 他看得很清楚 他教我 跟我讲 才从哪里来的 才从布施来的 他教给我 佛事门中有求必 教我这个道理 真有感应 没有感应 没有感应 那你是理论上不如法 方法上有问题 如理如法 感应道教快得很啊 那去教个我们求财的方法 财布施 人家命里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财富 过去身中 修财布施 修得多 他命里有 这个道理要懂 那我们命里没有 没有 不要紧 还年轻 现在修还来得及 我跟老师说 我没有钱 一个月的工资很少 紧紧 勉勉强强 够生活 老师问我 一毛有没有 一毛可以 一块有没有 一块还可以 还勉强 你就从一毛一块 开始布施 你心里头要真有布施的念头 有这个心 我就学 因为那个时候逛寺庙了 到寺庙就抄金 看到寺庙有印金的 人家拿个本子来 捐钱 印金 出多少 都不拒 所以我们看到印金 也写个一块两块 他都收 有放生的 放生的捐个几毛钱 他也收 这个很好 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 这才布施 这才复合 有效 我已经布施了六十年了 日识越多 去年 这前年 我在台湾 商务印输馆 订了一百套 四户全书 我买的多 是在大足够 所以给我特别优惠的价钱 一百套多少钱 五百万美金 我拿来干什么呢 这个书拿来送给各个大学 送给图书馆 大概下个月 书就出来了 越识越多 钱不要留住 留住的钱 钱就变成废纸了 没用了 所以这个要通货 真的有去 那你就有来 你不要害怕 去的多来的多 去的少来的少 不去就不来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现在 我七十岁之后 我真的 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 随心所欲不欲举 心想四成 七十岁后 这都是老师教的 我们相信 真干 法布师 得聪明智慧 我把这个看得比才重 所以我有钱都印尽 做法布师 那你们听我讲 今天时间多了 久了 时间久了 你听我讲东西 年龄不一样 你就看出 智慧正常 一年跟一年不一样 我跟李老师学教 是你 听李老师讲解 李老师叫我做第一排 跟他面对面 不准写笔记 最初的时候 我写一点东西 下来他就问我 你刚才在写 写什么 我说写笔记 你写这干什么 我是怕忘记 他就告诉我 不要写 年年境界不一样 你今年写的这个 到达名利点用处 我下一点没错 专心去听 不要在这个地方 打县杂 所以我跟他生年 没有笔记本 那智慧天天在增长吗 天天在进步吗 你怎么可以停留在那里呢 哪有这个道理呢 可以老师 别的同学写笔记 他也不说 我写笔记 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搞 这是培养智慧 法部识 无微部识 得健康长寿 这个对我来很重要 我的老师对我都很清楚 年轻的说 短命 所以这个年轻人 没有佛报 有短命 好在还有一点智慧 还肯听话 还有救 所以就教我 学 无微部识 无微部识从哪里学 从素食做起 所以我一学佛 你看我26岁那一年 学佛大概六个月 我就吃长素了 不跟众生结缘丑了 真的你吃他半斤 将来他还他八两 你的冤情债主那么多 我学佛六个月 这个肉食就断了 昏心断掉了 再就是放生 积极的放生 那么以后 这个经济环境好了 我就不识医药 在医院里面 不识医药费 贫穷人看病 没有钱的时候 就拉这些钱 原先数字很少 慢慢的时候 供养多了 我这个布食也就加多了 这几年 在澳洲 我在澳洲十年了 明年是十周年 我住在这个小城 有一个公立的医院 市政府办的一个医院 小城 人不多 大概就八九万人 这样子 这个医院 我一年 送十二万医药费给他 指定 给贫穷人用 还有一个基督教办的 临终关怀中心 办得很好 他们信量也很大 人在临终的时候 无论用什么宗教 他们都不反对 而都卸助 这个很好 很不容易 那么他们缺乏经费 我也帮助他十年了 每年十二万块钱 这个是 属于无为不实 这个每年二十四万 十年了 所以老四教育 一定是 财不实 法不实 无为不实 你得到的国报呢 你采用不缺乏 你要用钱 自然就有 这个多好啊 多自在啊 不用的时候没有 用的时候他就来了 法不实 智慧增长 无为不实 健康长寿 佛法厉害啊 你想要什么 你就能得到什么 这样你懂得道理 懂得方法 如理如法去求 没有一样得不到 你看看 求成福 求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能得到 这个世间的小四 鸡毛蒜皮 这算什么 你求不得 是你有业障 你能把业障 灿除 你所求的 立刻就感应到 佛法 真能给我们解决问题啊 这种很现实的问题 能解决 我们学服 听老师的教诲 我们对老师一点不怀疑 明白之后 心就顶了 什么样的畏惧 都没有了 什么妄念 也都不要想 想它没用嘛 想是错误 别想 到时候 该来的自然就来了 不来的 求也没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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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